你好 梁議員 我們想問一下 知不知遲政府直接回水 今年我對政府直接回水 其實是有保留的 其實一直我都覺得 如果有這麼大筆的盈餘 應該好好地做一件或者兩件事 那我就特別對於醫療 供應醫療我是特別有心的 我覺得醫療 其實現在說這樣 扔了五百億 第二天其實始終都是不足夠 因為對於香港的市民 現在亦都有一個老化的傾向趨勢 將來對一個人來說 其實退休之後的醫療保障是最重要 我有不少的同事 他們都是中產 他們都比較好 有退休金 都是說在退休之後 起碼花在醫療的費用 是超過他們退休金的一半以上 有些甚至是更多 所以其實你想我們香港的長者 是有比較好的退休生活 其中一個是要解決那個醫療服務 給人一種有一個安全感 安全網 現時他說這個醫保計劃 其實只是走了第一步 開了一道門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是長者的醫療服務 第二就是交通 我認為政府應該和那些大型的交通工具運輸者 他們是真是令到長者是可以免費去乘坐那些的交通工具 我自己在去內地我看到這件事對長者退休生活是非常之好 我們現在不是說只是講長者 而是一個家庭有長者 如果那個長者他要有醫療的費用 他交通他心靈身體各方面的需要 其實整個家庭都很大壓力 年輕人都很大壓力 所以如果你解決到他的醫療的開支 第二就是他的交通他可以到處去 他的心情好都不會成為一個家庭的負擔 從而是可以減輕我覺得年輕家庭的一個需要 當然我覺得把那些錢集中去使用解決一個問題 我是期望下一屆的特首每一年都應該有這樣的方向 以至到他合同五年他可能有一個大的問題 他已經有一個很出色很突破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我們也都很現實 未必說你一下子是要拿完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這樣是不切實際 但是有智慧地去用我們的盈餘 這個是我們的要求 在多年來我們是爭取中產人士的權益 並不是因為中產要好突出 而是因為多年來他們都只是中間最慘一族 對上我們服務是最有錢的人 對下我們是服務基層 所以中產的苦況其實政府一直是忽略 他只不過在這次最後一年就找了一些 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這一部分我個人當然是歡迎 但是不等於他只找了這個中產其他的問題 他就摸著石頭過河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N無人士 又不可以去年給了今年就不給的 其實一個財政預算案一屆的政府 它應該有一個叫持續性 我最不滿意其實就是在人口規劃那裡 其實我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我們都說了是很重要 後來因為特首選舉就成為熱話 但是我們提到的時候其實就不是那麼熱 但是當時已經看到 其實財政預算案應該要撥配一定的資源出來 就是根據這些不可預測的人口 在香港的需要包括他出生 包括他的醫療 包括他的教育 你怎樣撥配呢 學校又怎樣呢 老師又怎樣 你如果完全沒有的 只是說從生育率 那你其他事情不解決呢 其實也都會引來香港很大的民怨 那你剛剛說呢 他找了一些中產的那些數 其實是不是在說退稅和退差餉呢 他找了部分 就是說 始終今年他都是在退稅啊 退差餉啊 還有中小企都是我們很重要 要支援的 就是我們認為是中產的階層 因為我們都聽得到 在前線呢 很多中小企並不是很大的老闆 甚至在前線可能是開些小店 他們都很擔憂 今年呢 那個經濟的狀況 同而也都影響了 他們的工人那個就業的問題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這些所謂的中小企 有些其實那些老闆都未必想做 但是他有一批老伙計 所以他就希望能夠維持到在經濟艱難的時候 不要虧這麼多 我覺得這種精神我們是要鼓勵 因為呢 其實很多人的就業 是在這些中小企裡面呢 他是增加了他的就業率 和一個人的工作的成功感 如果中小企站不住 就會引致很多人的失業 也都會帶來連鎖的經濟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派錢要針對性地去派 但是他退稅或者是退差項 好像是最得益那些是最有錢人的 你又怎麼看 其實這個問題 每一年他處理中產的問題都會出現的 我自己反而會這樣看 其實呢 中產這個階層 就一直都不應該罰落了 所以以往來說 就是政府就集中了其他的問題 他這次呢 其實都是因為 吵了很多年了 我們其實也都收到很多很多的要求 包括他們那些中產的朋友 如果你下去前線的社區就知道 他們就經常要交稅 但是萬一他想尋求法律的協助 其實他是沒有的 有些傾家蕩產去打官司 法團官司 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他們是有埋怨的 對於香港人整體 是不是很尊重 或者不是很承認 其實中產階層 在香港其實很放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承擔整個家庭 老人家是他們承擔 小朋友當然也承擔 其實連社會他們是交稅的一族 所以我覺得人是張心比心的 其實我都說 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說給了他們就不給其他 我自己覺得 人士是應該要給的 政府要是在財政預算案加碼 有些人提到關內基金 我更加認為應該在財政預算案加碼 無論如何 這批人士叫了幾年 去年有些突破 不是突破了一年就不做 因為始終社會上就是有這批 M-M-O人士 M-M-O人士從中產有時可能是一線之差 就是因為他差不多變成中產 他才變成M-M-O 所以我覺得千萬不要用對立性的情緒 因為其實中產的朋友是穩定香港的力量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上進 他不希望有忠援 他不希望很多是靠福利 但你給到他 他就覺得社會人士對我們這個階層 對這個社會的貢獻 都是有所承認 你剛剛說張心比心 你完全贊成和支持 去派錢給一些超級富豪那些嗎 派錢給超級富豪 你只是退稅 退稅、退差響這些 我自己會看 其實退稅 你就很難 我自己也會看 像去年派錢那樣 其實這個政府不是很有效率 他做一件事,你說要他分幾類 其實派到他做完一年之後 下一屆特首他都未做完 所以退稅是一種方式 問題是去到多少 他都好像有一個上限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 政策你推出,有些人是需要 有些人是不需要的 如果不需要的人,他可以捐出來 各方面,但是你從政策上 我又會看到,政府可能有一個難處 就是說你去到什麼,才會這樣做 我自己的印象,政府就沒有什麼效率 派六千元都派到這樣 所以,其實我都很擔憂 和政府做一些事,一年兩年都未做到 我覺得他的效率我都會看 其實那些很有錢的人 要不就不要拿,或者你拿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 那在這個退稅,退差響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梁議員 你自己有沒有計算過自己 可以有多少錢收回 我沒有計算過,因為真的很忙 就是,未知道我會退回多少 其實我從來都不理 從來以早幾年,他說退稅 突然間收張檢查 不知多少千元,三千元 有時又一千元,是稅局的 我們其實… 你從來都不會去計算自己 我不計算 如果你沒有計算過的時候 你沒有想著把那筆錢收回 那筆錢去捐出來給社會 或者被有需要的人士 是嗎? 根本說真的,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理 我們真的很少去理會自己這些問題 所以從來都沒想到自己那方面是怎樣的 他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去挑戰稅局 從來都沒有 因為實在是太忙了 所以這一方面,我真的都回答不了 我們其實都未考慮 究竟他退了稅後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通常就不是這個時間去考慮 可能到他真的收到檢查 我就會跟家裡聊一下 現在這件事我們可以怎樣做 以往有時都會選擇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但是就不會現在那麼早 因為現在實在太多事情做 還有財政預算案 還有很多的部分 我們都還要去爭取 因為我們地區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各方面 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就解答不了我自己 究竟會是 在他現在這個政策裡面 大概會是怎樣 還有我想多數都是 我們都會是等他做了之後 我們再談 可能成一年 有時都不記得了那件事 政府做事就是我 是很無效率